孕妈最讨厌听到的四句话,婆婆和老公别触眉头,不然分分钟发脸,一,看着肚子,一定是男孩,很多的重男轻女的婆婆,在孕妈小妇威威拢起的时候,就整天念叨着,哎哟,这肚子尖尖的,肯定是个孙子,孕妈听到这样的话,都直翻白眼,心里肯定会想,怎么,就不能是闺女了。 毕竟胎儿还没生下来,生男生女也不是孕妈能够决定的,所以一定不要在这方面给孕妈压力了,还有些不懂事的老公,整天说自己想要女儿,生了儿子就不疼她之类的话,来给孕妈施加压力,殊不知,生男生女,主要还是看男性,孕妈听到这样的话很容易生气,别除眉头,二别吃这个东西,小心流产, 这个不能吃,对胎儿不好,这个也不能吃,对胎宝宝也不好,小心流产,整天都唠叨,让孕妈这个不敢,那个也不敢,而且加上后半句,就是完全只是对付中胎儿的关心,没有说关心孕妈。 孕妈内心不舒服也是正常的,所以说婆婆和老公在对孕妈进行确诫的时候,要注意自己说话的方式,要让孕妈自己认识到哪些食物不能吃,而不是一个筋的说脚,非但不管不问,还在旁边说风凉话,说自己的怀孕的时候,哪里有这么多事,还不是生下了大胖小子, 看孕妈现在真矫情,可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,怀孕后的感受不尽相同,婆婆怎么能用自己和媳妇做比较呢,何况都是那个时候过来的,怀孕有多么的难过,相信婆婆也有所感受,何必说这样的风凉话,让孕妈不开心呢? 四,到时候一定要顺产,诚然,顺产对于胎儿的好处是很大的,对孕妈的恢复也有一定的好处,但是有些孕妈的身体是不适合顺产的,必须综合很多方面的考虑,例如开胃症不争,孕妈又如身体疾病,孕妈的体质和心情等等,如果冒选的决定顺产,还是婆妇产,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表现,婆婆和老公这么说, 孕妈肯定会生气,毕竟这体现的是对孕妈身体的漠视,孕妈最讨厌听到的字句话,婆婆和老公别触眉头,不然分分钟发怜,还有些情商低的老公,总喜欢拿孕妈的身材开玩笑,说你现在胖得快走不动了之类的话,快上点击吧,不然孕妈真的爆发了,你真的吃不消呢? 孕妈在怀孕期间要注意对自己心情的调节,一个良好的心情,有助于胎儿的健康发育,祝愿我们的孕妈都能有个好运,生下一个健康的小天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